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18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1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186.32 收盘价是187.04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9.69 最低价是在182.69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7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 并且又重新站上了10日均线值 量 当日的成交量是1.164亿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2倍量增 KD值我们会看到快线又上穿了慢线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始上行的走势 MACD开口变小 双线是趋于合拢 那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 并且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更微小的红柱 那这些信息都说明股价在继续向空头的趋势转变 但是呢力量在减弱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4月17日生成的这根K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K线 我们会看到它的实体部分很小 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根十字线 那么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的反弹的行进中 那通常出现十字线是一根休息的K线 那实际上我们说目前的这个K线在反弹的行进中啊 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在一个横盘的一个区域内 这个横盘区域内我们指的是这根红K的最高和最低 那也就是说股价在继续等待突破 要突破母线的最高或者是要跌破这根母线的最低 那我们会看到当日K线利好的消息是又重新站上了十日均线值 那次日如果高开盘 那股价是很容易向上的 那上方呢二十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压力 好这是K线信息的解读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 我们调出辅助线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 我们对4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上行 收盘价会在191 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是股价会出现下行 收盘价会在181 在这个位置 那实际在4月17日收盘价是在187.04 我们会看到出现了上行 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上行啊 收盘在191 这个点位相差是 虽然是比较大 但是呢它的本质是相同 也就是说收盘价都站上了前两日K线的最高 并且呢不突破这根母线的最高 那我们会看到当日对是收盘价过前高 然后成交量呈现的是量增 那后续股价是很有可能上行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上行 那在接下来的交易日 4月1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如果上行 它的目标我们说依然是192 也就是4月12日和4月13日两日K线形成的母子怀抱 这个母线的最高依然是上行的目标 那如果说股价能够站上192 那也就是确认了这个母子怀抱变盘向上的K线组合 那么股价会继续出现反弹 那继续反弹上方的目标就是202 202是4月3日这根K线的最高 那站上它就是要瓦解4月3日4日和5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出现的连三红的下跌K线组合这样一个架构 也就是说站上202将瓦解这个下跌K线组合的架构 对或者瓦解它的动能 好 那么202被站上之后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07 那股价如果能够重新站上207将会继续自3月13日以来建立的短期的多头趋势 也就是继续出现头高 好 这是股价上行的三个目标 192 202和207 那股价如果是下行 对 我们会看到下行的目标依然是176这个水平线 那跌破176呢 我们说是要继续维持自3月31日以来建立的短期的空头趋势 也就是再次出现一个底低 对 这是股价下行的目标 那当然我们会看到目前如果股价开启下行之后啊 我们说当日对于4月18日来说 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5日均线值 包括前几日K线的最低 还有这个母线的最低180都将成为支撑 所以下方的支撑还是比较宽和比较强的 好 那么176如果被跌破也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或者说叫继续这样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 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4 164如果跌破164 那么将继续自2月16日以来的空头趋势 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头 在3月31日这个地方有个头 这是头 头低 目前还差底 底低还差第二个底 对 所以股价下行的第二个目标就是164 好 下行的目标是176和164 那对于 好 我们再来看 对于4月18日 当日在盘中 我们要关注的位置 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下线 我们要关注184这个水平线 我们把这条线上移到184 对 那我们要关注股价如果出现下行 这个5日均线值是否能够支撑住这个股价 如果不能够支撑住这个股价 那我们说很容易这根K线将是一个头 那么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 所以在4月18日盘中 我们要特别关注184这个位置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那对于4月17日收盘之后 在187这个位置 我们说在这个位置是目前可以进场强反弹 那理由我们会看到当日的K线是出现量增收盘价占上前高 并且呢股价依然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 又重新站上了10日均线值 所以依据这些理由呢 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强反弹进场 5% 嗯是在187附近进场 那么止损位要守这根K线的最低 啊是182.69 那么我们可以守182这个位置 对 那在这个位置进场强反弹的目标 就是上方在20日均线值 附近 也就是190.5附近 是这一波强反弹的盈利点 也就是在4月18日盘中 如果股价到达190.5 可以选择获利出场强反弹 对 或者说是 啊继续持仓 等待后续股价股价如果继续上行呢 也就是突破192呢 继续加仓做多 对 好 这是对于啊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空头 空头 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 对于4月18日在盘中 我们认为空头在190到上方192 在这个区域内会有空头进场布局 对 那在这个地方空头进场 他们的目标是176甚至是更低 然后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上方的 我们认为是最高应该是在200关口 也就是他要守200关口 这是他的回补位 好 这是我们对空头来说的 所以 我这个基于空头的这样的一个进场点呢 那在4月18日盘中股价如果出现上行 那么到20均线值啊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地方 对 如果能够突破呢 我们说股价将很有可能会站上这个母线的最高会继续向上 但是在这个地方也有也很有可能会坐头而出现继续反转向下 对 好 那就是说20均线值呢 我们说是股价的一个叫做上行的一个关键位置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再加一条水平线 我们再加一条观察位 在 我们放在190.5附近 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说要进场枪反弹要出场的位置 好 好 那么对于4月18日盘中我们关注184和190.5 关注这两个点 好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4月1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那上方首先到来的压力位 呃 我们其实从前高也就是189.69 嗯 然后到上方的 这根红K的最高是191.58 嗯 在这个区域是第一个压力区间 那我们把它定为整数是 就是从190到192 这是第一个压力 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在198到200关口 也就是在这个附近位置 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202 那下方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 我们测算它是在184到186之间 在这个区域这是第一个支撑 然后第二个支撑我们说是前低182.69 或者我们给出182第二个支撑 第三个支撑就是180是这个红K的最低 嗯 好 那第四个支撑是176 是这个水平线 好 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 我们给出4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上行 那如果出现上行 它将是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5.5 上方最高会到达192 收盘会收在190附近 在这个位置 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 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5的 嗯 好 那另外一个可能呢 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下行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做头 如果是这样 它将是低开盘 然后股价上方最高会到达186 在这个位置 下方最低会到达180.5 嗯 然后 收盘会收在181附近 在这个位置 嗯 好 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 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7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股价的下行 好 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1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 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